湿热真的很难清楚吗? 其实是你没找对方法。 中文说,湿热这些是如油入面, 湿血和热血一纠缠就像是油进到了面里, 是不是就很难再分离出来了? 那湿热停留在不同的脏腑会有不同的表现, 只要你用对了方法,湿热就无处藏身。 今天崔森就教你如何清理一身湿热, 先来看湿热再干, 如果你总是感觉口苦口干, 肋骨下面胀满疼痛, 有时候还会有烧灼感, 肚子胀不想吃饭, 经常恶心想吐, 还经常的眼睛红肿疼痛, 舌头伸出来一看, 舌头是红的, 舌头还是黄腻的, 这多是湿热停留在干了。 肋骨下是干净的循行路线, 并且肝阻疏, 疏疏的一个是气肌, 另一个是胆汁, 如果肝经湿热影响胆汁的疏泻, 就会影响到消化功能。 这时候呢, 调理原则就是清肝利胆, 利湿清热, 可以参考一个龙胆卸肝丸。 再来看湿热在脾胃, 像有的人经常感觉全身酸沉乏力, 胳膊腿都沉得抬不起来, 头呢也总是昏昏沉沉的, 还像裹了一层布, 经常负账, 不想吃饭, 恶心呕吐, 大便呢还总是很黏, 一看舌头呢, 舌质也是红的, 舌苔是黄捏的, 有的人呢舌头中间还会有凹陷, 或者是裂纹, 这呢多是脾胃有湿热了。 湿热组织气急影响了脾胃的韵化, 清气不生, 浊气不降。 这种人的调理呢, 应该是以清热, 沥湿, 合中为主, 可以参考一个甘露消毒单。 最后来看湿热在膀胱, 那有的人呢是经常性的小便有问题, 小便量也不多, 但是呢总是出现尿贫, 尿疾, 小便刺痛和小肚子胀满疼痛等情况。 伸出舌头一看, 舌质偏红, 舌苔呢也是黄捏的。 像这种情况, 就多是湿热下注膀胱, 影响了膀胱的气化功能, 导致小便不利。 热血, 烧灼膀胱, 出现尿痛。 主要的调理原则呢, 也是清理膀胱, 力施通便。 可以参考一个八正散。 要注意的是, 中程药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, 像有的人说, 我好像几个情况都有, 是几个药都吃吗? 这种情况, 最好是根据你的情况来辩证调理, 一人一方。 如果你有需要, 可以让专业医生来帮你辩证。